江岩随便一开口 让人直接梦回南来北网 就问有多少人还对俩人的感情一难平呢 近日南来北网剧组出席国剧《圣殿红海》 江岩身穿一袭黑色修身礼服 看起来知性婉约 同时展现了完美的身材曲线 宛如剧中身穿修改制服后的姚儿 难怪站在旁边的京城都有些黯然失色 在采访时 主持人更是对江岩一阵刁难 上来就让她展示播音枪 一开口瞬间梦回列车员姚玉玲 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 这个调调谁不爱 其实南来北网从开拍到播放再到结束 在经历这么长时间 角色还能让人记忆犹新 不得不说姚儿这个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不过柯CP当然得来个拳套 李乃文一句太格应人了 直接满满的回一个 该说不说牛大力你输的不冤 而后背主段方邀请上台的江岩和刘冠林 直接展示了各自精彩的演技 从姚儿再一次的选择来看 南来北网结局不管是否有所改变 牛大力终不是姚儿的选择 江岩真的把姚玉玲读懂了 同时也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很鲜明立体的姚儿 江岩把自己交给角色 然后让角色交给观众 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终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荣获了国剧盛典年度品质闪耀巨星 陈赫随口翻译一句话 竟让邓紫棋怀疑人生 喝酒不能吃头包 卖娃 喝酒不能吃头包 你还要我们给你翻译 在《武哈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邓紫棋成为特邀嘉宾 曾参加过不少殷宗的她 对于第一次参加开放型真人秀 很是坦克 得知事情的导演一再宽慰 表示节目会安排她进行粤语授课 邓紫棋一听瞬间放下心来 想着粤语是自己擅长的方言 决定定制一套粤语听立体 来杀一杀武哈们的锐气 然而邓紫棋万万没想到 身为粤语老师的自己 有一天竟吃了会粤语的亏 愣是没听懂学生的话 笑死这自创的塑料广东话 怕是只有不懂粤语的人才听得懂 作为老喜剧人的邓超短事 有一种流行的广东话 是在我们这边流行 不得不表示赞同 王勉甚至大胆发言 质疑邓紫棋不是纯正的广东人 邓紫棋见此 当即准备测试下武哈的粤语水平 陆涵每题都错且自信的表现 直接逗笑了邓紫棋 而王勉的表现则像极了叉声 一脸的怀疑人生 这一幕场景该说不说 像极了中国学生的英语随堂测试 外国人的中文的听力测试 在单独提问环节 其他成员看热闹不嫌是大 直言陈鹤题目过于简单要求加大难度 有兄弟是真坑啊 主打一个相爱相杀 但凡黄博稍微收敛一点 张一新也不至于一件糗事记到现在 七代已久的综艺 盒子里的猫终于开播了 节目组是会安排的 直接让黄博和张一新同在一辆车上 仿佛回到了极限挑战时期 当博哥被问及什么情况下会害怕时 张一新瞬间进行抢答 吃鱼的时候鱼叫的时候 博哥会害怕一会 看来一出好戏里生吃鱼这段 对张一新来说绝对印象深刻 在拍摄一出好戏时 黄博为了让电影达到最真实的效果 安排了一场吃鱼的戏份 原本以为使用道具的张一新 直接被黄博一句话整破坑 而张一新原本就很害怕有名片的动物 多次要求更换成道具但都没成功 最后经过黄博的不断洗脑 张一新终于克服恐惧开启尝试 等到正式开拍 黄博万万没想到 小丑竟然是自己 忽悠张一新最后自己反破坊了 张一新在经历过人心险恶后 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妥妥的遇面小狐狸 在综艺接下来的行程 直接开启了一场未知旅途 这是开场就要玩个大的吗 然而就是妥妥的虚惊一场 一众嘉宾经历过欢快的重逢后开启闯关 当游戏规则需要在墙上找线索时 张一新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警报声响了 任务线索已被玩家张小新刮死 作为惩罚 透出一条游戏生命 节目组为完善游戏规则 当即让NPC出现提供线索 没想到在准备离场时 张一新直接小狐狸上身 化身智囊进行堵截 笑死 NPC这下真是踢到铁板了